油花分明 非美的和牛肉片下锅 鲜嫩肉质入口即化 麻辣鸳鸯锅 冷天来一碗 暖心又暖胃 尤其跨年冷嗖嗖 看完101烟火 2023年第一餐可不能饿到 除了和牛火锅 连锁的竹尖肉多多海底捞 都开到凌晨三四点 想吃拉面丼饭 一拦苏奇亚也随时上桌 全台超过30家门店 在跨年夜都有营业 目前的定位状况 前两轮五点半和八点 大部分门店已经接满 预计这一波跨年夜的商机 会将业绩成长两到三成 消息时段是从十点过后 到凌晨四点这个时段 目前的定位是 是客买一个状况 会成长大概四成左右 就连超商业者 也全力备占跨年商机 新一区门市被货量增至五倍 人力更有八倍之多 订不到餐厅没关系 来到新一区看烟火 超商也推出行动购物车 临时热饮啤酒 饮有尽有 保暖小物熟食雨具全被齐了 31号还要拆门音音 安排专人引导 餐饮超商业者抢2022年 最后一波商机 同时也要让民众暖呼呼 跨到2023年 华与新闻客观传白云飞台北报导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博弈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 怀疑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一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